作词 刘南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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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父母都是老师 原来在人生命中 我猜我爸爸妈妈示范了牧师的爱 我妈妈以前是一间小学做训导主任 我往往见到回来探望她的旧生 就说林老师以前每个老师都看不起我 唯有你罚我的时候 其实你怎样罚我呢 就叫小朋友跟着他哭 他可能跟他聊聊心事和我一下他 最伤害的那些他在班上给他一些职务 我就见到其实这个生命的提携 这个教育令到年轻人生命可以转变 其实都是对我来说很重要的成长 作为教育工作者 我们就见到其实每一个学生 每一个都是有一个个体 虽然有些行动我是做不到的 但原来同学是感受到的 生命影响生命 我觉得信仰来说 就是成长的地方 就是他会看着你怎样做 你会去遥述 他做错的事 不是你指着他 当然有时候我们真的要指着他 你怎样住 但是原来你给他空间成长 当你接纳他的时候 其实他就会转化 我自己就是信二代 就是我爸爸妈妈是信主的 不过我去到青少年的时候 我是对信仰有怀疑的 所以有几年我离开了教会 没有回到的 但是神也很奇妙 就去到我大学就毕业的时候 就叫我回头 那我最先是教了三年书 那三年之后呢 我发觉教书是很艰难的 因为很多时候那些学生很难相处 不是那么容易理喻 所以神也给了我一个机会去外国 就进修社工 在一个过程里面 我就再重新去到神的面前去寻求他 神也都很奇妙让我看到 很清晰地告诉我 就是我要回到学校那里 我是要在学校里面做一个大职事奉 那你就看到这些学生的转变 很快是几年而已 那你就很相信 甚至令我很相信原来学生真的会转变 我在英华里面长大 所以我觉得我的信仰的种子 在中学的时候就已经中落了 去到大学我就跟你差不多 都是很挣扎 因为我觉得这个上帝很不公道 为什么他对我们那么好 他对其他人那么差 最深刻我想最能够解破的就是 其实这个世界太复杂了 我们应该最终都是交主权给上帝 我最后这个隐蔽 我觉得很耿耿于怀的一个想法 就是在我大学应该是一年二年班 就放下了 所以从那时候开始我就是一个基督徒 我觉得不是我选择做老师 是上帝选择我做老师 因为在我毕业的年代 其实是香港经济起飞的年代 我觉得那时候工作实在的机会很多 那我就跟上帝说 我都试试去找工作 我又真的有面对 他真的不聘请我 于是我就跟上帝说 既然你关了所有门 我就会进入这个事奉里面 所以我一直都觉得 是上帝选择我在这个工作里面 而我进入了这个工作之后 因为我的快乐指数是很高的 我想特别大家都会同意 特别可能在2019年或之后这几年 其实教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年轻人对于他自己 对于教会 对于学校 对于社会 其实都有很多的问号 他们自己人生有很多的挣扎 所以我们真的要服侍这一代的年轻人 其实就是回归初心 你就真的要真 信仰如果你落不了地 你就接触不到他 你要去将圣经的道理 跟他生活来挂钩 有时未必所谓说给一个答案 但是我想他就是要在沉索当中 就是神为什么会这样 你要跟他谈到 你也都要给时间空间他去讨论 生命就是一个这样的 其实真的要沉索 所以我觉得你跟他一起沉索 我觉得同行很重要 因为他要见到你经历生命的困难 和挑战的时候 你怎样回应 我觉得现在要做福音的工作 其实就要跟整班年轻人一起做 要让他们的群体本身 能够有一种互相鼓励的作用 还有有一种运行不变 我觉得 如果你真的要做福音的工作 首先要做好企图 因为我们从未开始之前 讨告小组已经开工了几年 所以你要做好一件事 其实你也是先问好上帝的心意 我自己的感觉是很有趣的 其实神的工作不是人可以限制的 我自己总结这么久的经验就是 没有一个定义的 我们首先不要去限制了神 因为神仍然有他的方法 第二 我们是要转变的 好像Mr.Gwen那样说 要贴地 要贴到他的需要 第三 我自己觉得 是不需要太紧张的结果 而是真的要给同学空间 比如那些学生 你说他们有没有 情感上的需要 需要有辅导 需要爱 完全一定要 不过他们的外面 他们的外面 那个穴 是现在硬很多的 难很多的 因为他们要看东西 而且他们也不需要靠你 就拿到这些资讯 我觉得唯一就是 你要真 我也很想他们能明白得到 尤其是宗教教育 我自己会觉得 其实我们很多时候看到的东西 比看不到的东西少很多 如果从一个基督教的角度 就是唯有熟灵的人 才参透万事 如果我们能看到 神的熟灵的角度 这个更加正 我可以看到 神的熟灵 在这些人 是奥迹的 人 没有 に终于 那么 会 称 神的 有 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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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